这些井长、脚长、头顶长暗红色的黑井鹤 是一种栖息于高原沼泽地的候鸟 每年它们前来云南香格里拉市那帕海越东 黑井鹤随着高原湿地近年来受到保护 数量也从200多只增加至目前到约400只 黑井鹤数量十分稀少 列为中国国家一体保护动物 在超过一万名寡妇聚居的寡妇之城 人们互相抛扫花瓣和彩色粉末迎接春天的到来 这个在新德里附近的莫林达文所举办的扫红节 由印度公益组织专门为寡妇而设 旨在帮助寡妇重拾社会归属感 印度教传统习俗中 寡妇被禁止庆祝所有宗教节日 而这次活动可谓破除旧传统的一大突破 3月20号 北半球迎来了春分 是昼夜平分的重要节气 当天墨西哥民众和不少游客来到库库尔坎金字塔参加庆典 墨西哥人相信朝太阳举起双手摄取能量 可以在一年里都保有好运气 另外墨西哥的海边小城巴亚尔塔港海滩上 也有传统舞者表演祭祀舞蹈庆祝春分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